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刘颖副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物理医学康复科副主任医师 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峰会青年委员 颜雪林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药师 对老年人的合理用药管理有深入研究 如果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困惑和问题 也可以通过屏幕上的方式与我们建立联系 您也有机会走进健康之路 和医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得到他们专业的会诊 那今天几位老年病的病人已经在等候了 让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病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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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因为便秘 就是不拉大便 还有肚子胀 两个月来的 是吧 您过去做过结肠的检查吗 常见没做过 就做个身体 您拉不出大便有多长时间了 连着拉三天 后来四天不拉就这样 就打开赛路才能变得 是每天都有吗 隔一天 隔两天 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吗 吃饭不舒服 不爱吃 看见饭也懒得厌 有多长时间不想吃东西了 哎呀 这四个来月了 四个来月了 这几个月瘦了吗 瘦了 瘦了多少斤啊 安了130斤 安了110斤 安了110斤 您是不想吃了 还是吃了不舒服 所以吃不进去了 吃不进去 一吃就到这儿 睡觉怎么样 睡觉不行 以前醒了还能睡着 睡醒了睡不着 您这个病对您心情有什么影响啊 就是越吃越不好 越吃越不好 越上火 耳朵很容易 每天高兴得起来吗 有高兴的时候吗 没有 不高兴 天天都不高兴的 嗯 心里最难受 会难受到什么程度呢 哎呀 难受就 心里都乱找找 真的 现在想哭也哭不出来 就呆了 没眼泪 从这个片子上可以看见呢 就多发的这种肠的机器 而且就还有粪便的一个淤质 这个瘦气的这个肠管呢 像是一个乙状结肠 就由于里头有大便和机器啊 造成一个就是像扭转一样 你麻花一样啊 所以有时候跟下不去 它有时候就会觉得很疼 啊 脏疼 对 来 奶奶我们做个检查吧 嗯 好 来 去看看肚子啊 嗯 对 把肚子漏掉 斑痕是做了什么手术啊 肥瘤 上面那个呢 胆结石 胆结石手术 嗯 疼吗 疼不疼就脏 脏气是吧 嗯 脏气 嗯 好 来 下来啊 虽然就说您有些胀肠子走的声音啊 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们还要再给您做一个活动的一个检查 您先坐下啊 嗯 我们先做第一个第一个检查 看看您站起来的情况怎么样 您坐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一开始两个两个手抱着前方的胸前啊 嗯 然后呢 嗯 往起站 站的时候尽可能站直一点 膝盖伸直一点 嗯 然后呢尽快的速度坐下 嗯 连续做五个 嗯 好吗 我给您记一下时 嗯 嗯 好 坐下 好 尽快的 行 好的 好的 我们正常情况应该是能够在十分钟 十秒钟之内完成这个动作 嗯 您刚才这个有点慢啊 说明您腿的力量还是有点问题的 对 那么下一步呢我再给您做一个测试看一下 这个放松的去做 您看到这样有一条线 嗯 待会呢您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站起来以后走到那个花盆的地方呢 绕过那个花盆回来 然后再坐下就可以了 走这不用坐吧 坐回去 坐回来 嗯 坐回来 好的好的啊 正常情况我们应该在十二秒钟内完成这个动作 嗯 您也是有一点慢 好吗 说明走路也是有些问题的 那么这个呢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老年综合评估 从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平时就是洗衣服啊做饭啊走路啊啊这些功能 那么它都是一个明显下降的 特别是它走路呢就是能走二百米 但是需要人家搀扶是吧 再一个它的就是心理和情绪的这个评估 这个分数呢是很高的 从这个就是浮胀浮疼的这个角度啊 它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那个本身过去做过手术 肠子呢可能有一些粘连 再加上它的心情不好吃饭也很少 所以呢 蔬菜水果的这个纤维素的收入也少 因此呢它就有个便秘 老年人这个便秘发生率还是很高的 那么它那个大便在里头淤质呢 再加上机器呢可以造成肠子的这种扭转啊 就是粘连啊所以它会肚子很疼 呃肠道的这个问题呢不一定说是肠子里头长什么东西 那么像这个老人他比较有特点呢就是说 一方面他就说躯体主术可能是比较明显 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一个自己来说他情绪不太好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突出 但是事实上呢这样的抑郁症呢 他可能就是说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微肠功能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 就是他因为有抑郁症的吧食欲就特别不好 甚至呢就是说因为脑肠轴的影响 他的脑整个情绪不好会影响到他的胃肠功能 胃肠蠕动下减慢也会进一步的加上他的一个便秘 他的一系列症状可以说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个心情的抑郁 心情的抑郁之后马上导影响了这个食欲会变差 食欲会变差之后呢然后就摄入会变少 摄入变少了之后长期的不够的话就会出现了体重的下降 然后活动能力差 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带奶奶跑医院呀 经常去医院 因为晚上的时候她就难受肚子脏 完了隔几天两天一天两天 反正两三天跑一回 主要是晚上她那个疼痛忍受不了肚子脏 完了她那个最后脏就影响到那个呼吸都困难了 所以看到她那个难受我们也心疼了 还得老跑急诊 哎呀跑急诊 急诊也跑了几次了在急诊输液 完了还灌肠 有 那奶奶遭了好多罪 也遭了好多罪了 但我觉得今天的机会挺好的 有那么多的专家 反正就是一块把奶奶全身的这个病都能给看一下 全身的 这个 这个北京西科主要这个综合门诊 那咱们看看 你心情好一方面您要做努力 另外我们医生也要给您做一些努力 调整您的脑功能 让您的脑功能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就我们会给你加一片药 给你加一个药 也给您加一些抗抑郁的药 对您的改善情绪也是有好处的 抗抑郁的药在开始服用的时候 您应该是从一个比较小的剂量 然后这个剂量根据您的情况来定是逐渐增加的 这个增加的过程一定要缓慢 对 而且在您就是服用这个药的期间 您就是绝对不能自己自行把这个药一下子就给停掉 如果您突然停掉的话 会导致一系列的身体上的不适 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头痛啊 头约啊 这些症状都是有可能的 嗯 从您刚才情况来看呢 有一个就是体力活动能力下降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 建议您呢 可以在您目前的基础上 可以做一些锻炼 适当的增加一些锻炼 比如说可以 不行每天走半个小时 嗯 然后呢 走到您自己感觉稍微有一点出汗 稍微有一点累 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一个是增加一些您的那个腿的这种力量的这种锻炼 嗯 然后是吃饭不太好吗 我给您想了几个招 然后呢 吃饭吃的更好 让体重不再往下掉 嗯 那么第一个招呢 是我们有一种叫肠内营养之际的这种营养粉 嗯 它呢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含的营养素多 把所有营养素都做好了 给您用药 用药的方法给它都做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它不需要太多的消化 可以直接吸收 所以呢我们喝这个之后就可以很快的把您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蛋白还有这个维生素这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都给您补进去 这个东西喝的好了之后呢 我们希望第一步能做到体重不下降 然后第二步慢慢再给您体重能增胖一点 这样的话您的精神可能也会好一些 然后的活动也会好一些 嗯 另外呢您可以吃我给您说几个食物可以多吃一点 比如说巧克力 青红柿 香蕉 嗯 这些食物还有这个全麦的面包 这几个东西呢都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 嗯 因为这这些食物呢它呢含的色胺酸比较高 吃的吃进去之后呢在大脑里面呢合成了这个五腔色胺 这个这个东西呢就是会让你这个心情可能会稍微的好一点 嗯 但是最关键的可能还是用药来这个控制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这饮食上面可以有这么一些建议 嗯 还有水果也得多吃 咱那个甲低了 必须得把甲给补起了好不好 嗯 而且水果吃了之后呢也立于通便 吃水果的话一般的话像您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吃点这种 嗯 比如说常见的苹果啊 嗯 梨 桃子 米后桃这个都可以吃 每天的话鞋头大的水果可以吃一个大约是三到四 对 好的唐奶奶那今天我们会诊就到这了啊 嗯 好吗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嗯 然后以后可以来随诊 嗯 今天这一圈把这么多大夫都看了 啊就是 上次没有见证的大夫 这都是专家呢 嗯 对我的病这么关心 嗯 太谢谢了 嗯 那听完大夫讲咱能高兴点不 能 看完之后咱们就调整好心情多吃点 嗯 就是 多吃 这不是问题 你把这个心啊 把这心情调好了 这自然就好了 嗯 心情好他就好了 祝您健康长寿呢 嗯 谢谢 好 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下一位病人 这场就是说话一半 头大半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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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腿啊 咱有个三四年了 说这机器呢 就长性了 就照了 头晕 养 养肠 腿不好 血压高 今天就是着急 冻冻不凉了 李先生您好 大大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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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是什么最不好啊 糖尿病 嗯 脑小管病 嗯 高小压 嗯 她的腿 牵的腺也有问题 也有毛病 她是尿尿有问题 嗯 怎么有问题呢 她鸟 现在吃的鸟控制着 不能鸟拼了 那会是 没吃鸟之前 一夜就尿个四五六次 自己生活能够 是需要人家帮助 还是自己能够自理啊 是 生活还能 她这还能自理 能自理 但离不开人是吧 嗯 她就有时候经运 她都跌倒了 嗯嗯 她摔倒过几次啊 在家里摔倒了两次 在什么地方摔倒 什么地方摔倒 就是一出门 一出门 糖尿 一出门 外边在一起 车子 车子在一起 车子在一起 那个卫生间里头 是怎么摔的 是起来啊 还是怎么 起 就是从底起来的时候 因为有血压高啊 嗯 就吃着药 就有时候就是 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 啊 就是怕这个 所以起坐一定要慢 动作要慢一点 嗯 我问您一下呀 您觉得您病了以后 脑子有什么变化 觉得脑子好使吗 那心跟那个动作不一致 不一致 不一致 那个心是想刷 手是去不了 去那个刷不好 那动作 就是这个人 那个手 手脚也不太利落 有点笨 是吧 是 好的 嗯 嗯 病了以后心情怎么样 这样得变得就心情不好 所以得变得不心了 不愉快 先生平时会吃一些就是常规补钙的药吗 没有 没有什么 因为我看他刚才说之前也跌倒过几次 然后有没有过骨折呀 没有 没有是吧 嗯 老爷子的饮食的话 会吃一些这个豆浆牛奶 还有豆制品这些东西吗 嗯 在家子都天天喝豆浆 这家都天天都喝是吧 嗯 每天晒太阳吗 嗯 太阳也不太多 对 因为的话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晒太阳 因为晒太阳的话呢 有利于我们这个盖子吸收 嗯 因为他这个盖子吸收的好了的话呢 他这个就对于他的这个蛋挡 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嗯 让我给大家做一个测试看一下 对对对 来我们做一个测试 就在这就可以了啊 您看看 您跟我学一下 我们做一个动作 主要是看看您的这个平衡的情况怎么样 好吗 啊 您看一下我的情况 两只脚一牵一后放 放 放在一起 一天以后 然后放一个一字形的 看看试一试 有困难是吗 啊 好好好 好了 那我们就不勉强做了 那再试一个另外一个动作呢 看看用一只 用一条腿能不能站一站 用一只脚乘着地 看试一下 我们保护您试一试 如果 不敢抬起来是吧 那只脚试一下看看 哦 这个腿稍微好一点点 好嘞好嘞 好嘞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片子吧 这个老人的脑子的核池呢 可以发现它右侧的这个秋脑 还有呢 就是双侧的继续区域 还有呢 就是脑子的大脑皮层下的白子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高信号 提示脑子里面有多发的脑梗塞 和脑的缺血性改变 就是它是一个多发的一个 嗯 对对对 然后它的那个 这个右侧颈内肚脉的起始段呢 对 可能看起来有一个可疑的狭窄 对 每个水平面上还有这个都有 好 那您在这先做一下 我们做一个讨论 好吧 对 明确的是跌倒过两次 所以它是跌倒高风险的一个病人 头晕可以造成它的跌倒 是吧 头晕呢 从那个上面看呢 就是说它还是一个 就是有多发的一个枪梗 可能有这么一个情况 可能还是跟脑的供血不足啊 这些有关系 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呢 它血压的就是一个调整 血糖控制的是不好的 嗯 所以在那个药物上的调整呢 一个是就是 重新调整这个降糖药 就给它再往下 就血糖控制的再好一点点 啊 但是不能我们不给它降的太低 因为这样呢 低血糖跌倒可能会更危险 刚才呢 就从它平衡 平衡检查的情况来看 病人有一个明显的平衡功能的减退 那么呃 呃 单侧下肢的这个腹路能力减少 减弱 尤其是左侧腿的情况 另外我们看一下它一个 我们给它采集了一个步态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病人走路的时候 呃 是小心翼翼的在走 而且步速是比较慢 另外呢 我们看到它左腿的在接触地板以后的这个承重的时间减少 另外在摆动的时候它有一个在往前摆动的时候会有一个晃动 另外左脚的抬离地面的这个高度也不够 那所以它的步态是有明显的异常的一个情况 刚才你看到那个片子了吗 好像脖子这个血管有点堵 你以前知道吗 知道 也知道哈 知道 那父亲好像一直是抽烟喝酒 嗯对 每天 每天大概一包左右吧 那喝酒呢 喝多少 嗯 大概一天得就说一瓶吧 那就有点一斤呢 呃 对 白酒啊 对 那喝了多少年了 嗯 几十年吧 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吧 那可没少喝 那你知道就是父亲像抽这么多的烟喝这么多酒 有可能就会让这个血管堵啊 或者发生心脏脑子的问题吗 嗯 以前没太注意过 因为以前一直没看过病就是身体一直就挺好的 嗯 就不看了 就没看过 只有就是后来有一次就是发病了去医院了 才发现这个事情 嗯 那会儿才把那个那个烟才剂了 那待会儿看看医生怎么说吧 他怎么治这个病吧 嗯 好的 他主要的就是脑血管的病 嗯 所以头晕 然后走路呢 四肢的这个就是一侧的这个肢体的力量下降 平衡能力不好 我给您想了几个办法 怎样才能让它占的更好 肌肉更有力量 然后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有一些饮食是可以吃的 包括您现在已经喝了豆浆喝的很好 但是我希望您还可以吃一些牛奶 嗯 然后其他的豆制品 嗯 那么还有一些海制品 嗯 因为这些东西里头呢 除了这个钙含的比较多之外 我们的维生素的D含量也是比较多的 嗯 那么这两样的话都对骨骼是有好处的 嗯 从影子上面的话可以吃一些这种白肉 鸡蛋也还有牛奶 这些东西呢 蛋白含量比较高 嗯 摄入比较多了之后呢 容易增加肌肉的力量 使肌肉的这个萎缩呢 会尽量的减少 好吗 没吃过改天 啊对 那我们就是要告诉你 就是一会儿开小方是要补的 嗯 要不然它这样子将来骨折了不好办 嗯 还有现在认为呢 就是大剂量的维生素D呀 就是每天大概是就是4000单位以下的 这个 这比较安全 而且它还除了抗骨质疏松作用以外呢 还有一个能增强激励和平衡的这个作用 建议您呢 就是说要在这段时间之后呢 做一些平衡功能的那种训练 比如说您现在要出去 那弯走得更远一点的时候呢 建议您带一根手杖 嗯 这样防止您在有这个对打的情况发生 另外浴室里面呢 可以安装一些就扶手 嗯 如果发生这种意外的情况 对老人会有一个保护 嗯 另外千万就是变动体位的时候一定要慢 嗯 鞋子呢 不要穿那个厚底很软的 嗯 和拖鞋就最好是有根的 像您吃的这个酱糖药一般就是 您要是饭前吃的话 就是都固定在饭前 是呃 一刻钟到三十分钟 这个就是固定一个时间 因为这个酱糖药 如果吃的晚了的话 吃的早的话 都可能会导致一个低血糖的发生 再有呢 就是对于动脉硬化这个方面呢 我们就是要加强 我们把那个就是酱脂的药物 啊 还有呢就是 呃 阿斯匹林这个在吃的哈 这些我们都要坚持吃下去 阿斯匹林这个药您长期吃的话 如果平时这个喝酒量还是有 而且比较大的话 可能会增加一个就是 胃肠道的一个出血这么不良反应 所以说您这个酒 嗯 就与很多药都是有一些相互作用的 所以说建议您这个酒还是要戒掉的 还有一个我注意到 老人可能得了脑血栓以后 脑子可能变得会比较慢呢 是吧 那么他说话也会比较慢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根本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 得问他的意见 然后得尽量的让他锻炼他 还存在的一个老功能 不能说他得了脑血管病以后 什么事情都不问他了 让脑子越来越不好使 这样对他将来是不利的 好不好 嗯 在一个晚上啊 就是把尿糊药放在床旁边 就减少他去厕所的这个风险啊 那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啊 这个是我们的会整机 这个给您 来 谢谢 对 刚才说那几点你记住了吗 嗯 吃的 嗯 运动的 嗯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哈 这个初期会比较困难 嗯 但为了他这个要是能以后走道利索一点 还得坚持锻炼 嗯 这是比较复杂 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咱别着急 嗯 大夫说了走道也得慢一点 嗯 好 那咱们就以后慢慢康复锻炼啊 嗯 坚持住啊大爷啊 慢点我扶您起来 哎 好嘞 慢慢走别着急啊 再见大爷啊 慢一点慢一点啊 那如果您在求医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惑的话 可以通过屏幕上的方式呢 与我们建立联系 您也有机会走进健康之路 和医生呢进行面对面的问诊 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还将认识另外一位老年病的病人 看你的血液开始慢慢升高 足够的到多多防碳 2006年退休以后啊 发现血糖就不是很稳定 一直控制也不特别好 睡高到11点多了 到最近一段时间呢 就是尿特别贫 一宿得起了十二三次 在口里面睡觉 太烦人了 所以我这次主要的目的呢 就想来看一下 让医生帮我调整一下 张天您好 您好 您好 您手里拿的是什么 药 我把这药 把药壳带来了 那您是很好的一个病人 您好 坐过 您好 来 这个给我们的钥匙 您好 您好 还有一个用药的清单 对 这样列出来的话 其实是有 对医生来诊断是有帮助的 您这个是主要的 现在是不舒服 是什么 嗯 最近这两个 一支血糖啊 高也不稳 就控制的不好 控制不好 嗯嗯嗯 还有别的吗 血 血案也不是稳 嗯 血案也不是特别稳 控制还行的 当然就是也不是特别稳 对 我看了一下 就是您那个上次来查 做了一个就是全面的一个评估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诊断 嗯 就过去的病啊很多 就是有多种的慢性疾病 是吧 对 那么突出的呢 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血糖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别的不舒服 嗯 这个血压有点不舒服 另外就是夜尿 嗯 夜尿特别多 嗯 一宿到十几次 十二次甚至还多 那还能睡觉吗 就是没法睡 另外还吵别人呢 都别有意见了 那您晚上 下午晚上睡觉前喝水吗 嗯 我后来也注意一点不喝 嗯 一到夜了才把它吊出来了 嗯 量很大 还不是击过 嗯 几天一次咋的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老先生好像您睡眠不太好 有很多年了是吧 对 哦 是怎么回事呢 睡觉不好 和这个尿犯有关系 另外一个呢 嗯 主要问题就是我睡前不能 后来发现不能看书 不能 不能干了一点 嗯 对 那需要那个吃药吗 睡不好觉 嗯 就是那个安定 安定 吃几次 半个 哦半个 哦大概多久试一次 嗯 一周大约有两三次三次 嗯 跟您不一定 哦 您吃的酱血脂要吗 嗯 酱血脂的要吃过 从 在吃什么 一零年开始 嗯 一直到现在都在吃什么 对 您觉得血脂平时控制的怎么样 我血脂从历来查的呢 好像都在中线上 因为我饮食不是特别那么油腻的 嗯 一直 这样 我倒是在吃的方面 应该说也比较注意了 但是还是不好 不知道我也是 嗯 您好 您这个方面比较注意了 是怎么样一个注意法呢 是怎么样一个注意法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 糖尿病 老百姓常说我们要管住嘴 对 想问您这个 怎么一个饮食的方法来管嘴呢 一个 我就是属于淀粉类的东西 啊 量是基本上保证啊 就是大量肯定不会超过二氧 嗯 我以前特别爱喝肉 从小就是那样这么一个习惯 就被戒掉了 嗯 不喝其肉了 有粗量 那您这个体重有变化吗 是往下还是稳定住 我一直想得见它不降下来 嗯 就这么吃它也不降下来 那我问您一下您平常坚持参加运动吗 参加锻炼吗 你车到来也好活动活动 大家才全走走 嗯 就是每天 基本上是一次对运动的一个情况 最近这两年是一次了 以前稍微多一点 一次大概多长时间 我是九点多走 十二点下学回来 哦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您现在那个心率 就是平时自己测怎么样心率 就是高 就还是快 还是快 嗯 多多 那您现在先在外面等候一下 我们做一个讨论 好吧 那您现在突出的问题就是 糖尿病控制不好 其实它的运动和饮食都是很很严格了 但是它的血糖控制不好 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说 它两年前吃的是二甲双瓜 这两年呢可能觉得比较好 改成拜糖瓶 二甲双瓜就停了 所以这个药物还是要加上 我觉得要把拜糖瓶没有这么强的 它的素养还是稍微偏弱一点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尿瓶 它的液尿 这个液尿是影响它的生活质量的 因为睡觉睡不好 所以这个呢要 它是需要一些控制这个症状的药物的 而且它现在确实是也在吃的 这个病人可以看一下 它这么一列的话 其实有很多种药 一共有十一种 然后它这个 这四种 就是它的进癌药 它进癌药 光是进癌药物就服用了四种 而且这三种进癌药 还是同一类的进癌药 所以说 还是存在一个多重用药的问题 所以从那个药的那个剂量来说 它的睡眠问题不是很严重 但是它可能就是说 有一个躯体病导致它的睡眠 经常容易间断 我觉得包括调整它的一个 那我们一会儿再跟他讲一下 好的好的 好吧 张叔叔 您看那个板子上了 一共十一种药 那写全了吧 基本上就算全了 这两种能不说了 那还有两种没写上去呢 是吧 就算全了 不是您天天吃十三种药的话 您能记得全说哪个食材吃哪种药吗 现在能记住 能记住了 再过二十年不知道 吃了十三种药 回头还能吃饭吗 还有食欲有地儿吃饭吗 就是这问题 就是这问题 可是现在没有其他的药能够 就是一次能解决 比较长效的很少 所以这里吃的学问 待会儿还真的问问他 你待会儿进去之后 别忘了问这个问题 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 也真的不同科室的大夫好问 好吧 您进去吧 好 关于这个糖尿病啊 我们认为您的运动和饮食 实际上都很注意了 另外这个药物啊 用的太多 超过五种药 就叫多种用药 那么它会出现 药物和药物之间相互作用 会有一些风险 我们现在做一些调整 现在先药师给你说一下 好吧 您现在服用了 就是这四种减压药 其中有三类都是同一类的 所以但是您现在同时存在一个糖尿病的情况 有一个就是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 肾脏有保护作用的减压药 您没有用到 所以说我们可以将这三种减压药物 给您调整成另外一种 对身上有保护作用的药 可以换一种 对 还有就是这两种药 平时需要监测浓度和癌二质 还有这个华法林 华法林那 然后这个药和就是维生素K的相互作用 你需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平时吃的食物里边的维生素K 这些可能都是会对这个药有影响的 对 我们常说的这个食物里面 K比较多的呢 就是像绿色叶子的菜 然后还有一些肥肉类的东西 但是这后面可能您自己也注意到了 主要我给您提醒的就是绿叶菜 比个例子来说 像我们大约如果有一斤白菜的话 那么里头含着K的含量可能能接近一毫克 那么这一毫克的话 对我们华法林的药效是有影响的 嗯 这个您知道吗 我原来只是躲什么呢 躲特绿的那些 对 绿叶菜 这个时候还是没这么多 然后呢 除了这个方面呢 一个问题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还有一些食物可能是会对您这个 华法林的抗瘾作用是增强的 比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像鱼油 大蒜 柚子 那么这些药有可能会增加它的作用 有可能会增加您这个相对出血的风险 所以呢 我们在用这个药的时候呢 这样的食物要适当的少吃 我建议您呢 把您的运动的时间做一个调整 比如说您现在是早晨起来 早晨之后是活动 那么现在建议您把它调成 每天的午餐之后和晚餐之后 一天两次 午餐之后晚餐之后 各一个小时之后开始 每次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会对您的这个仓后高血糖 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是 还有一个就是安眠药呢 就是说 您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种类的安眠药 患者的用 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卖瘦 太好了 真好 嗯 是这样 因为刚才已经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管住嘴的问题 嗯 我呢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和您的血糖情况和您的活动情况 为您量身定做了一套糖尿杯的饮食建议 我呢简单的跟您说一下 然后您验证您自己的这个饮食的思路好不好 好 然后呢我们的主食 嗯 我希望您每天可以吃到每顿饭大约在二到三两左右 嗯嗯嗯 然后呢其中最好能有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加进去粗粮 我不知道您现在吃不吃粗粮 我吃粗粮 吃粗粮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粗粮呢 嗯 我希望您加到这个量它有很多的好处 嗯 那么首先它在胃力的时候呢 会也缓能力排空的时间 让尤其是特别是对于糖尿杯患者来说呢 觉得肚子会饿得很慢 嗯 那么再简单点说就是生糖生得慢 嗯嗯嗯 然后呢它等到了结肠之后呢 它还可以利用我们把身体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胆骨虫 不好的胆骨虫都加速它的排出 而且还有通便的作用 嗯 所以它应该是把这个粗粮给加上去 嗯 那么同时还要注意优质蛋白的摄入 嗯 比个例子来说 白肉 瘦肉 您每天大致上可以吃这么一块 嗯 这么一块有多少呢 然后你就说您自己把手伸出来 就是这四个手指头 嗯 大致上就是长 宽 厚 就是这么多 每天每天您自己说 我大夫说了 我吃肉的量可以达到这么多 嗯 我们歇紧着鱼肉和虾肉吃 嗯 然后是鸡肉和鸭肉 嗯 然后是牛肉和羊肉 最后是猪肉 那么像动物的内脏 还有火腿这样的东西尽量少吃 好吗 然后吃鸡肉和鸭肉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吃那个肉皮 因为它里头含用的脂肪太多了 哦 鸡鸭的那个肉皮尽量少吃 不许吃 哦 然后的话 除了这个肉之外呢 每天鸡蛋最好每天能吃到一个 嗯 然后呢 脱脂的牛奶和无糖的酸奶 嗯 这两样都可以喝 嗯 蔬菜的话每天要吃到一斤 大致上就有这么一盆左右 嗯 然后结合您的情况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绿叶菜的情况 嗯 您尽量应该以瓜类的菜为主 嗯 对 冬过丝过南过的那些 奇葫芦的 对对对对 然后水果的话 大致上每天就吃到三到四两 现在不敢吃了 不敢吃 我告诉您怎么吃 嗯 基本上我们吃穴头大的一个水果 嗯 一天可以吃一个 中午或者是这个晚饭之后 饭后两个小时来吃 嗯 这样的话呢 不至于说饭后 一吃这个水果之后 血糖搜了一下就上来了 我们在饭后两个小时吃 这样血糖会升得很慢 嗯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项 就是这个吃的食盐一定要少 嗯 嗯 您自己的量 嗯 有多少呢就是五到六克 比个例子来说 就是我们那个啤酒瓶盖的一瓶盖 嗯 这是您一天所有的含量 总的 24小时的总 对 然后还有像这个刺激性的食物 油炸的这些东西 尽量少吃 嗯 嗯 然后呢 吃菜的时候不要单纯的都是炒菜 也适当的做一些凉拌菜 我想问一下 您说 芋头跟山药这一类的 算粗粮还是算淀粉 您的情况里面是要给它 粗粮和淀粉都是算到主食里头的 对 对 都是要用它来供能的 所以都给它画在这个主食的里头 包括我说的粗粮也是画在主食的里头 不是算在蔬菜里头 哦 对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会本单 对 谢谢 好 坐这边来张叔叔 你好 听得怎么样 受益匪浅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是一个非常综合的 对我的一个健康状况 一个评估 评价 而且介绍了一个是药 原来药比较科学的方法 他说认为有几种药是相同的 可以合并了 另外还有一些药可能 就所谓 图画说叫相克的可能是 就是配五有问题的 也给调整了一下 以前咱光靠药来控制血糖 就是现在其实 你看通过专家介绍 这个饮食 你控制好了 可能也能帮助控制血糖 可能很关键 可能更关键 很关键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叔叔 您慢走 好 如果您也想得到 跟专家面对面会诊的机会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至于我们建立联系 我也会为您邀请到权威的专家 证定您的病情 进行会诊 那么今天的会诊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